日光100年簽下西市政力學衣俗臺灣頭一支南極探向堆 頂開48天的挑戰 導演尤立州跟這段路頂協助紀獨匹無兵 全部的規定都定現在人的面頭前 紀獨匹希望可以來團達勇敢面對足夠信頼的勇氣 尤立州是全亞洲第一位去世界南極兩幾點的導演 以後一半年 臺灣第一支南極探向堆進隊就是和舉日關化的經費創辦人老闆館 和主席人優勝 他馬上就單元迫跟兩位大學生農總共的人組織 已經為48天的路頂 領十五天三百五十公里 兵隊的努力危機 報紙車口中有大小條件 尤立州的新作品無編記錄在南極探進的途中 隊員各界的新民狀況 創作二十多年來 隊員表示這個作品 包含精進的《祖母歡輸和宿客》 你知道這部片 如果我讓別人來剪 可能是一個完全截案不同的風采 我覺得 但是我自己的故事 自己的感受 我不是不相信別人 可是我想要用自己的語言把它說出來 所以我中間其實有動過的念頭就是讓別人剪 對 但我還是決定自己做 對 那 跟我過往的作品 說別人的故事 比較起來就當然更難 隊員說在這個極地要好好吃飯和好好睡 你最便宜的吃東西不方便 其實是說不太困難 南極的暗年 每一個人都在一起睡地裡討好 順便睡去 這次是大家可以開港 後面的路線就很少了 它沒有網路到幸福的南極 這麼多時間就要自己和自己來相處 這也讓他們有更多多時間來檢視自己 這部影片有一個很重要的核心就是指示恐懼 因為南極就是指示恐懼 那如果這件事是我恐懼的話 面對恐懼最好的方法就是指示他 我覺得只要通過了這個儀式 或通過了這件事情之後 你只要願意去指示恐懼 恐懼就不恐懼了 這座路上結束後 就在酒店也體驗到 沒有什麼被背看更重要 更多的東西都沒辦法來批評 同時也說肯定需要勇氣 面對自己的脆弱也是一樣 回到發言聲 現在看到這件事在南極是一樣的 但如果有自己可以不會看自己 南極在幾天都是歷史 從每一個人都可以跟中心 來心思自己看不到 現在是說沒有玩意看到的 另外一個名字 現在是向台北 才向報道